今天给大家讲一个中国的预言故事 守株待兔 在很久以前 在一个偏远的山庄里面 生活着一位勤劳的农夫 这位农夫每天起早贪黑 辛勤的劳作 尽管生活很艰辛 他总能通过辛勤劳作来维持基本的生活 一天当农夫在田里干活的时候 有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一只兔子突然在树林里面跑来跑去 他的速度非常快 他很不幸的就撞到了一棵树上 就死掉了 农夫对这个突如其来的好运感到非常的开心 他拿起兔子就高兴的回家了 给他的家人准备了一顿非常丰盛的晚餐 自从这件事以后 农夫的思维开始有了转变 开始每天的幻想 如果每天都能这么轻易的得到食物 那他是不是就不用这么辛苦的耕作了 于是农夫就开始放弃了 他平时辛苦的农活 每天守在那棵树旁边 期待又有一只兔子 突然不小心的撞到树上 他觉得这样拿来的食物 比辛苦劳作来得更加容易和快捷 农夫每天都守在那棵树旁边 从早到晚 眼睛老是望着四周 等待另一只兔子的到来 但是春去秋来日复一日 再也没有看到一只兔子撞到树上了 农夫的田地也因为长期没人照顾而荒废 庄家没有收获 而家里的粮食也逐渐减少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要依靠运气来完成的 我们应该要靠自己的努力和辛苦的劳作 去获得我们想要的东西 而不是指望哪一天幸运女神降临到我们的头上 只想着不老了货 最后就会什么都得不到 通过这个故事 我们也可以想象到身边的例子 如果你是一个职场新人 在一家大公司开始你的职业生涯 在最初的几个月里面 你非常辛苦的工作 加班 熬夜 但因为一次非常偶然的机会 你得到了一个项目 你做得非常棒 你也得到了升职 这次的升职让你非常的高兴 你觉得虽然前面非常辛苦 但这次升职的主要原因 还是因为那一次的运气 所以你改变你的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 你开始认为只要有运气在 晋升机会就会轻而易举的来到你的身边 如此以后你的工作态度发生了改变 和努力 不像之前那样辛苦的工作和努力 而是把晋升升职的希望寄托在运气上面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你发现你自己的工作技巧和工作能力 并没有得到进步 反而别的同事因为辛苦的工作和努力 得到了更多的升职机会 这就是守株待兔的思想带来的一个结果 只希望运气的降临 而不去思考和努力的工作 就比如如果有一位创业者 在他初次创业尝试中 就尝到了一次成功的体验 他的第一个项目凭着市场的热点和一些幸运的因素 迅速的走红为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益 这次的成功让他充满自信 他开始觉得自己有非凡的商业直觉 可以很轻松的复制这一个成功 因此在他的下一个项目中 他没有进行充分的市场调研和调查 而是凭借直觉和之前成功的经验来进行决策 希望幸运女神 希望幸运女神能够再次降临到他的身边 然而市场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 消费者的需求也有所不同 所以他的第二个项目并没有像第一个项目那样成功 反而遭遇到了失败 给他的财务和幸运带来了严重的危机 这次失败也让他意识到一个问题 创业是需要不断的学习和改进的 需要去进行深刻的调研和调查 而不是把所有的成功都寄托于幸运上面 等着下一个幸运的因素再次降临到自己身上 之后他开始更加谨慎的对待每一个项目 深入的去研究市场 密切的关注行业的动态 通过这些改变 他不仅仅挽回了之前的损失 也让他之后的创业道路 得到了更稳健和更持续的成功 这两个故事都体现了守株待兔的寓意 运来运气和偶然是不可能成功的 要有持续不断的学习和努力的精神 无论是在职场还是在投资市场上 运气固然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如果没有前期你付出的努力 只有幸运是不可能给你带来持续性的成功的 这就是守株待兔的故事了 希望这个故事可以给你带来一定的收获和思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